跟大家說一說一位俄羅斯學者 他是全俄民意研究中心的主席 費多羅夫 他在訪問復旦大學的時候接受了專訪 他說的是關於俄羅斯目前的情況他有一點想說的 就是過去一年半 俄羅斯社會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他說決定當今世界要發生什麼事 因素很多 但是對於俄羅斯來說現在處於的因素 他說對於現在俄羅斯最重要當然是俄烏的衝突 他說對於 俄羅斯來說並不是 與烏克蘭的衝突 而是一個斯拉夫民族的一場內部紛爭 由於俄羅斯長期想成為西方一部分的努力 已經宣告了失敗 而 烏克蘭也是處於西方的統治之下 因此 俄烏衝突也是 俄羅斯和西方之間的衝突 所以這位學者認為戰爭至少有三個維度 第一個 是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 戰場的衝突 第二個維度是俄羅斯和西方之間的 衝突 是經濟和外交上的 是與西方的 第三個維度是斯拉夫民族內部的一些紛爭 另外 這一場衝突還衍生了一個 叫做 四個俄羅斯的概念 這個概念是描述了 俄烏衝突是如何影響 俄羅斯社會的現狀 所謂的四個俄羅斯是對俄羅斯社會人群的劃分 把俄羅斯人很粗略地分為四個部份 具體的情況是怎樣呢 第一個部份 他有四個俄羅斯 第一個部份 就是 交戰中的俄羅斯 這個交戰中的俄羅斯部份大概是指一些支持 衝突 政治觀點是強硬 是保守的人 這些人口大概是佔了 俄羅斯人口的15% 對這些 交戰中的俄羅斯人群來說 今天俄羅斯最重要的事是勝利 他們認為這場衝突的勝利是指日可待 他們要求全國人民為勝利而努力 事實上 他們在俄羅斯國內號召恢復俄羅斯 衛國戰爭時期的口號 一切為了前線 一切為了勝利 這是一部份的俄羅斯人 第二俄羅斯部份的人 他們叫做 首都圈裏面的俄羅斯 他們是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大城市的居民 這些地方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地方 都是居住了俄羅斯的富裕階層 他們從過往30年的資本主義發展的累積 他們是得益者 意味著他們是有一定的財富 有錢的 他們是更加排斥 大的改變 受到俄烏衝突的震動 最嚴重的影響 都是這批人 因為他們做不到生意 被制裁 最影響的是這班有錢的俄羅斯人 他們正是努力 令自己的生活 在戰前一樣 保持一個比較好的生活 試圖 忽略俄烏衝突的一個殘酷的現實 這是第二批的俄羅斯人 第三批人是甚麼人呢 這位學者稱之為 深層的俄羅斯 也可以說是邊遠的俄羅斯 這部份的人口居住在大城市以外 是俄羅斯人口的主要部分 簡單來說是普通的俄羅斯人 第一他們不是很主戰 不是很保守的那批 第二他們不是有錢的那批 而是大部分普通 一般普羅的 大眾的俄羅斯人 這些叫做 深層的俄羅斯人 他們不是有錢 但是在過去一年半裏面 我們要注意 原來他的財富情況 是得到極大的改善 他們是因為打仗的生活是好了 原因是甚麼呢 俄羅斯的軍工複合體現在是重新開始混戰 失業率是低 工資是上升 資金是更加多 從以前集中富裕的地方 流向邊遠地區和底層 這個意味著是一個深層的俄羅斯 即是普通的俄羅斯人 今天的情況是比以往任何時候 生活原來都要好的 而最後一批 第四批的俄羅斯人是甚麼呢 就是所謂的 離開的俄羅斯 他們佔全俄羅斯人口的總額 比例是最小的 最小的 這個群體也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 而最可靠的估計 就是在過去一年半裏 有75萬人是離開了俄羅斯的 他們是俄羅斯社會裏面 全球化程度最高的那部分人 即是他們是 最國際化的俄羅斯人 在精神和意識形態上 跟西方有很密切的聯繫 這部分人認為 正在發生的俄烏衝突 是一場悲劇 他們在悲劇之下是沒有辦法 繼續 生活在俄羅斯 所以決定要離開俄羅斯 在精神和意識形態上 他們是傾向西方的想法 決定離開 這些人很大部分已經去了很遠的地方 分散到不同的國家 比如以色列 美國 德國 直到現在 根據他們的統計 這批離開 出走的俄羅斯人 有一半 已經回到俄羅斯 有一半回到俄羅斯 這就是四個俄羅斯的概念 當然 這是對俄羅斯社會很粗略的評估 而四個俄羅斯的概念 是很好地表述了 一個處於戰爭狀態的國家 裡面的複雜性 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利益 這個概念本身 一點也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我們要通過這個 現象去看到 事實的本質 根據全俄民意研究中心 的研究顯示 現在俄羅斯社會對普京的信任度 是高達79.7% 即是八成 在這四個俄羅斯之中 四個四族人群裏面 至少有三個是團結了在 普京的周圍 最後那一類離開的俄羅斯也不是 我們分析一下 對於交戰的俄羅斯 比較鷹派保守那批俄羅斯人 普京 是他們最高統帥 是帶領俄羅斯走向勝利的領導者 當然他們是會 支持普京 對於第二類首都圈的比較有錢的俄羅斯人來說 普京 是一個 令到他們維持他們的財富 確保 社會確定性和穩定的一個人 他們當然是會支持普京 而對於深層的俄羅斯 普遍的俄羅斯一般市民來說 普京是維持穩定 改善生活的必要的一個要素 普京的存在 能夠保存 他們現在完全缺乏的穩定性 打緊仗 是靠普京有機會 把社會帶入穩定的情況 當然 大部分 普通的 俄羅斯人當然也是支持 俄羅斯人當然也是支持 到最後一個 當然這批 他們離開對 俄羅斯失望的人 可能他們就不支持 俄羅斯將會在三個月內 他們舉行新的俄羅斯總統大選 現在 普京的支持率是達到75% 沒有人 這位學者認為 現在在俄羅斯沒有人 能夠真正威脅到 普京的 沒有人可以跟他競爭 因為俄羅斯人 是明白 現在最重要的是如何贏得戰爭 其次 就是再解決內部的矛盾 而普京 帶領他們是最有希望 打仰這場戰爭 保持俄羅斯的穩定 快速講 下一個話題 這也是俄烏戰事 俄羅斯常駐聯合國的代表 列賓賈30日 表示 烏克蘭當局 竟然在 居民區在平民住的地方 部署 防空 系統這個做法 是違反了國際法 應該是不對的 因為是民居 烏克蘭平民的傷亡 是 烏克蘭本國 防空系統所造成的 因為他們的攻擊對象不是攻擊民居 根據俄羅斯的自己說法 列賓賈說 烏克蘭的防空系統 部署在烏克蘭各大城市 的居民區 這種行為當然違反了國際人道主義法 列賓賈說 烏克蘭人不斷發佈 他們在社交媒體發佈 俄羅斯導彈和無人機 擊中 軍事基礎設施和武器庫的視頻 很多放在網上 但也有很多放在網上看到 烏克蘭的防空導彈 要不就失手 要不就偏離了彈道 竟然自己打回 烏克蘭居民的 平民住的地方 以及民用的設施 因為他也部署了防空導彈 要截擊 但是經常都失手 打回自己 居住平民住的地方 列賓賈強調 如果 沒有這些烏克蘭的防空系統 根本就不會有烏克蘭平民的傷亡 列賓賈總結 基庫政權 不僅用西方的武器和防空武器 來殺害頓巴斯的居民 使用這些武器殺死普通的平民 和毀壞民用的措施 傷到本國 烏克蘭的公民 如果 烏克蘭是不違反國際法 不敢做 不在民居部署 就不會有這些平民的傷亡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 石樓台都有片看 有網友說 想訂閱石樓台 看獨家內容 但是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610-3800 3610-3800 或者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十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 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布的 《鹿羽人金融hi-tea》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 看鹿羽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 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部 去巴士的部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部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 跟鯉鼻人的文字片 接著 看視頻之後 看視頻之後 再次回應 看視頻之後 看視頻中 看視頻的小聲 看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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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